哈囉 接下來到打犀利康的時間 然後 我是教 怎麼打 然後 不是教你用那種 傳統的 傳統打這個 我跟你講 你把那個頭弄最短 然後住足了一下子 那個我不教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一招 還有一招 我跟你講 還有一招是 把這個 這個頭兩端都 剪掉 然後用這個來打 打一打就走了 這樣 鏡頭歪掉 打一打就走了 這招我也不講 這招我也不教 因為 因為 我現在教你了 我現在教的是 搞缸的做法 不是說那個住足就走了 那個 我很早以前我就會了 我剛開始學做鐵工的時候 老闆就教我用這種 頭就是做工最大 然後 然後我跟你講就是 狗狗的 龍龍就走了 這種是包覆性不好 不是做品質在要求的 然後還有一招就是 兩個頭把它對接 點到包混混了 然後用那個 最大邊這個頭 齁 這樣子然後 對接 然後用這邊這個頭 這招 弄一弄 這個 這個我也不是教這個了 OK 我是教那個 來 教搞缸的 搞缸的 從這邊開始打了 那我走下去嗎 不要不要我這邊就好了 這邊就好了 我拍這邊 OK啦 沒有 我是要 講解教搞缸的 這邊的 如何打 齁 這個剛好沒有紅色的 齁 我沒有買紅色 這邊 這邊是打淺色的 白色的 一樣打一樣的顏色 OK 這樣子 看到 我就是做這樣子一堆的 齁 OK 用手 這邊收 最後面 扯掉 OK 有沒有看到 注入一堆的 弄掉 然後一樣 有時候不行 你就往回轉 好 然後 OK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會比較難用 我過去一點 這邊會比較難用 這邊會比較難用 這邊有 秋色的風氣的 齁 通常是把 後面這邊 捏過去的 齁 像這樣子 租路一樣租一堆的 好 通常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 手刷 破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OK 到我了 沒看到 就是注入一大堆 然後 末端的時候就把那弄掉 不要讓它那個 後面 往上 拔啦 這樣不好看 然後大致上就是這樣 OK 好了 我們今天結束了 拜拜 下次見